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2024年是我国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50周年 为了更好的纪念马中两国的友好历史促进邦交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和大马共同合作 打造马中建交50周年纪录片《繁星在上》 Astro也是媒体伙伴之一 《繁星在上》纪录片将会用一系列代表性人物和故事 回顾两国最初历史往来 从政和下西洋到讲述现在马中两国在政经文教上的友好关系 制作团队也将到我国一些州属进行拍摄 而这个大型纪录片昨天举行了启动仪式 一起到发布会现场看一看 3 2 1 点亮繁星 思路昌明 请亲手雷银若烈 中马建交50周年纪录片《繁星在上》 正式启动 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静 旅游部长张庆幸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董事长龚正文 大马旅游局局长马诺哈南齐齐站台 为这个纪录片拍摄拉开帷幕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董事长龚正文受访时指出 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纪录片 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这个纪录片一方面是要深刻地挖掘 这个专马交往的这样的一种历史的故事 我们的先民来到马来西亚 他们怎么样毕露蓝旅 怎么样打拼 然后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同时要面向现实和未来 立足于宗马命运共同体 这样一个宏大的愿景 目前这部纪录片暂定5集 每集50分钟 而Astro内容总监Agnes Rosario 又在启动仪式现场签署备忘录 作为繁星在上纪录片的媒体伙伴之一 这部纪录片也预计今年将在AstroQJ频道播出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持续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